上座部和大众部 在这三百年争论中 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不两派的主张 其实都是只破不利 是针对说一切有部的 不可能通过语言去把握真理 这后来就是大乘空宗 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而上座有部认为 心具有二重性 你修道的任务 就是去掉污染 转换成清净 这实际后来神秀的学说 大众部的僧侣 为佛陀并不是一世成佛的 就开始了 累世成佛这个概念 菩萨这个词 也第一次跳上了历史舞台 这里头我们要说一个 上座部和大众部 在这三百年争论中 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可以说他们两部 在三百年中 主要的是四大分歧 这四大分歧 分别是关于 法是什么的分歧 我是什么的分歧 心是什么的分歧 以及修行 道果的结论的分歧 这四大分歧的第一点 叫法的分歧 关于法 它是佛教中概念 广阔性最大的一个词 凡是有志的规定 能引发你的认识 或者现象 这些都可以称为法 关于法的基本倾向 在整个部派时期 它是有两种倾向的 一种是以上座部长老各派 他们偏重于说有 因为他们知道 在哲学观上 如果没有一个有 很多东西是站不住脚的 而大成多数各派 则偏重于说空 并从此开始 说空到有这件事情 就成了佛教各派 表达他们基本的哲学观 和人生观 宗教观的一大主要论题 导致佛教理论分派的根本问题 其实就是法的真假有无的问题 关于法的真假有无 不派佛教期间 大体回答有六种 具有代表性的是有四种 很显然 第一种就是独子部的 我有法有论 我是存在的 横 阿也是有的 存在的 横 第二个 也是出自上座部 是上座系的话地部 他们的概念是 法有我无论 我是不恒定的 不是不存在的 我是变化的 法是横有的 除了上座部的话地部 持有这个观点之外 大众部的多文部 也持此论 后来他就完成了 小城中最大的 乐学体系 就是小城中论 他是以实在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就是法是横有的 我是变化的 法的第三个解说 是大众部的 叫法无过去 未来说 我们提到过 大众部的僧侣 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 他们没有办法去做 非常逻辑缜密的推论 什么叫法无过去 未来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刹那 都是因缘聚合的刹那 只有在刹那间 法和体才存在 如果没有这刹那 法体就不存在 所谓实体之存在 都是刹那之间的 点状存在 这是大众部的一种说法 最后一种说法 实际是来自于 婆罗门教的生孕部 法的最后一种说法 用今天的角度看 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叫做诸法具名论 就是大众部的出世部 认为这个世界一切 都是幻想 都是你的假明系统 什么叫假明系统 就是你管它叫什么 比如说 我们管一个杯子叫杯子 如果我们不管它叫杯子 我们管它叫碗 其实也指这个实在 所以有违法世界 或者说真实世界 是不真实的 无违法世界 初世间世界 也是不真实的 比如我们称呼 这个东西是桌子 那如果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他知道桌子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就是 你所有语言要表达的东西 都非真实 言和音 意是不能扣合的 而这种扣合 每一个人对一个词的理解范畴 又不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是婆罗门的生育部 推导到大众部的出世部之后 就提出了佛教对法的第四种认识 叫诸法具名论 后两派的主张 其实都是指迫不力 是针对说一切有不的 但是他们后来 经过龙树这一系列的高僧 就形成了诚实论系统 这样完整的宗教哲学 他们是唯明论倾向 什么叫唯明论倾向 就是你不能去照字面理解这个意思 任何一个的意思的理解 只能是你自己知道 你并不能完整的定义给另一个人 而即使你定义给另一个人 他们的理解是否跟你一致呢 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以就不可能通过语言去把握真理 这后来就是大乘空宗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而且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的 我们再三强调的 佛教的有 不是等于客观物质的存在 说这个东西在这叫有 不是 所谓有是横长 是有自性 并不等于 这个有并不等于 唯物主义哲学所说的唯物论 或者唯物主义 而且恰恰是这个有 他谈存在横长 存在绝对 反而佛教里的有是唯心主义的 而佛教里的空 他不等于没有 不等于不存在 不等于否定一切存在 他指的是一种运动状态或变化状态 所以佛教里的空 不等于哲学唯心论 反而可以说 他是哲学唯物论 因为物质是运动的 对于空和有 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和规定 在不派佛教的各派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它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谈到上座部与大众部 四大分歧的第一点 法的分歧已经谈完了 第二个分歧就是 我的分歧 什么叫我的分歧 就是我与无我之争 无法无我 是印度宗教和佛教的一大区别 就是在整个印度的教派里头 只有佛教标榜 诸法无我 但是如果联系到夜报轮回这个宗教教义 它就会出现矛盾 我们前面再三提到过这个问题 于是各派就提出了调和的理论 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制造出很多新概念词来 这些新概念词翻译到汉语都非常复杂 它们想曲折的肯定 还是有一个实在去承担了世间轮回和出实战修行的整体 就是存在一个类人的主体 或者叫人物 当然了 首先就是上座都子部提出来的普特加罗 因为首先佛教各派都承认人是五蕴和和 所以子部提出的普特加罗 就是说什么叫普特加罗呢 既不是五蕴又不能离开五蕴 在季蕴和离蕴之间均不可说 这一说法在经文里非常的绕 非常的玄妙 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去遮遮掩掩 我的承认 画地部的重要学派一切有部 在理论上坚决反驳了这个有我之说 他们说普特加罗就是一个假名 就是你起的一个概念 并不真实 但此派又自己编出了一个词 叫同随德 就是相同随随所得 其作用其实跟我并没有本质差别 其中精良部针对有部提出了 假名普特加罗 正义普特加罗 正义就是真实的意思 假名就是假说的意思 画地部 还有什么穷生死运 南传上座部 有立分时 大众部 有根本时 其实这所有的名词 其实都是关于我这个本性的一说 持无我的消极人生观 但是又积极的鼓励修道的作用 肯定夜报的存在 这组矛盾越解释漏洞越大 所以各派都逐渐把自己的理论撇开对于人我的解释 而向心和实这个纯精神方面转换 因为他如果纠缠在 到底谁承担夜里轮回 我这个概念越解释漏洞越大 越解释越解释不通 所以他们就开始转向了纯精神 这一转换实际是标志着佛学内部 开始酝酿出了一种心形的哲学 叫本体论哲学 就是从心实的角度去看我是谁 也就是四大分歧中的第二分歧 我的分歧 第三个分歧叫心的分歧 所谓心的分歧 后来导致大成宗哲学的一个大分裂 关于心就存在静与不静之争 就是心性本静还是心性不静 因为各派都遮遮掩掩的承认 有一个行为的主宰者 就是都承认有一个隐藏的我 来承担这一切 于是就逐步把这个遮遮掩掩的主宰者 归集成了一种精神尸体 以至于各派讨论新的本性问题 成了一大热点 大众部的观点是 心者自性清静刻尘所染 什么意思 心本来很干净 只不过被灰尘污染了 实际就是后来禅宗六祖慧能的 就是心本静说 而上座友部认为 心具有二重性 即杂染与离染 就是它有一部分是污染的 有一部分是清静的 你修道的任务就是去掉污染 转换成清静 这实际就是后来神秀的学说 这两派关于心 是清静与不清静的争论 对此后的佛教医学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这就是法的分歧 我的分歧和心的分歧 上座部与大众部的第四大分歧 是什么呢 是结果的分歧 所以结果的分歧 就是我们说的灭地 就是最高理想的问题 什么是最高理想呢 就是你们修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在部派佛教分派之后 于佛陀本人 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神 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 争论与造神运动 上座部 诸位长老 因为他们都是从生文弟子 转换过来的 他们倾向于把佛陀 视为历史人物 我们谈到 上座部小乘有三彻底 叫做彻底的无神论 彻底的运动论 彻底的因果论 作为彻底的无神论 那佛陀肯定不可能是神 佛陀只不过是法下的一个觉悟者 这个时候 我们说到 大乘部要依托于群众 并且在群众中传教 如果要在群众中传教 那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 就是你们必须神化佛陀 所以神化佛陀成了大众部普遍的学官 而且越神化越神化 大众部认为 佛陀是完全出世间的 他已经断尽漏师 根绝烦恼 佛陀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 所化有情 无不敬信 就是他说法没有不信的 佛陀没有睡梦 回答问题 不带思维 佛陀一刹那心 便知一切法 我们世人所见到的佛 只是佛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至人以为 佛在向他用语言说法 其实不是 佛法常在定中 这个词就很 就很理解起来 就很隐晦了 佛常在定中 并不是他向你说法 这个时候 佛的 作为人的生平 也开始改变了 所谓 三十二大人像 八十二种微妙好 同时 大众部的僧侣 认为佛陀并不是 一世成佛的 就开始了 累世成佛 这个概念 说佛陀累世修行 他的前世 并不是佛 他是菩萨 因为他所践行了菩萨行 后来 佛陀作为一个菩萨 入胎 就是到母胎里 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变成了一只白象 从母亲的肋骨里出生 所以白象这个形象 在佛教里经常出现 它实际是 佛陀成佛之前 作为菩萨入胎的形象 这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 菩萨这个词 并且 菩萨这个词 也第一次 跳上了历史舞台 这里头 我们要说一个 非常明确的对大乘和小乘的判断 要这个经书里有菩萨二字 大乘经 小乘没有菩萨的概念 菩萨这个概念 纯粹是大乘佛教自己造出来的 他认为 佛陀不是人 是通过菩萨型的菩萨 修行成佛的 所以我们现在读心经 只要谈到菩萨 那放心 那一定是大乘 而且有三种菩萨 一种观音菩萨 一种文书 一种普贤 观音菩萨是哪部经书造出来的呢 观音菩萨是由法华经造出来的 在法华经里头造出了观音菩萨 它是为航海者和行旅者去创造的 就是你在路上的行人 旅行者和航海者 专门创造的观音 所以观音是南海观音 它居于海上 又称旧苦旧难 创造出文书普贤这一概念的经书 是华严经 大家不太了解 菩萨 我们就说菩提萨朵的简称 意义叫绝有情 菩萨是指什么呢 菩萨型是指什么呢 是指普贤型 所谓菩萨型就是普贤型 普贤是菩萨 而文书是什么呢 文书是指导信众 去践行普贤型的老师 所以文书是指导者 指导别人去修习普贤型 所以文书以智慧著称 而普贤才是真正的菩萨型 对着菩萨这个概念的出现 就为佛教带来了第二个轮回 第二个五百年 全新的教义 早期这些不派佛教的争论 可以看出一种明显的趋势 就是以贴近大众为主的大众系 其内容日益庞杂 开始向大乘佛教转换 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外道思想 和本地神思想 而上座部则较多的保持了 早期佛教的特色 即所谓小乘佛教